我們先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談談關於環保方面的議題 近日說紙包飲品合國回收這個話題 回收業方面的情況 請這位嘉賓先 綠色地球環境事務總監朱翰強先生跟我們談談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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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大家都在討論香港唯一紙包飲品的回收廠 在元朗方面工業村的設廠 因為地主科技園方面公司拒絕約而面臨倒閉 究竟目前紙包飲品盒的回收 在香港市場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我們有時喝完飲品 其實有時紙品盒都不知道怎樣回收 其實情況是怎樣的 我想在2019年10月之前 回收飲品盒被定義是不能回收的 但是最近新聞講的那一宗 有間紙品盒有間製造廠 加上有民間團體一起去推動 覺得其實可以外國也可以 然後做起了 大家覺得原來不行的東西 到現在做得到 所以其實我們建立了一條回收的鏈條 和一個產業出來 到現在這一刻的時候 科技園又收回一塊地 所以你看到結果就是 過去好像不行 變成不行了 之後又說不行 現在是這種狀況 反而我覺得這個狀況是 由一個對於回收有信心 變成現在變成沒有信心 這個情況是影響比較大的 如果有間公司真的要結業 對於紙包飲品盒那個 本來都不可以回收 變成可以回收 現在如果真的有間公司有結業的話 其實又沒有回收商去幫忙 其實那個影響會怎樣 我想最大一個就是有關的廢物 就是若望融生環保署的 2020年的統計數字 一年你就可能有二十多億個 的接派用軍客 因為沒有出路 而下去對停區 那這個一個是最大的一個影響 但是關鍵在所說 就是如果公眾對這件事 覺得不行的 其實是對於香港政府 特別是一些中下價的回收品 的那種信心 就是究竟你政府有幾大的支持 而另一方面 就是如果我回收產業的人 我敢不敢一場呢 那這些信心來機 我覺得才是比較大 大家可能會記得 我們想起張勇權在2008年 曾經提到香港有六大優勢產業 其中一個叫環保產業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得 中藥產業也不知道在哪裡 是啊當然 那時候為什麼會有這六個 但是你看著 對於商人的信息 就是說特別是回收箱 或者環保產業的人 你覺得 政府有時候覺得重要的東西 你推它出來的時候 大家可能就下場了 但是你知道下了幾年之後 就正如主持所說 這些東西不見了 這樣 那這件事其實是很可怕的事來的 甚至好像這次環保處說 發生的時候 建立了報頭條的時候 環保處說 我不知情 才去理解 然後說 我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最近這些我可以幫到你什麼 令到大家覺得 你政府在環保產業上面 究竟有多重視呢 因為科技員 就是 用這個 將會定位 新的工業 它的工業村 就視為一個 再工業化的基地 不將這個 回收飲品紙包廠 視為再工業化的類別 這些分類 真的有時候 可能適得其反 本身你做緊的 你知道工業最大的成本 就是租金 人工 人工你走不走 還有機器廠房 租金就可以 有科技員 公帑 有補貼 土地有補貼 當然它可以令到 營運者輕鬆一點點 但是現在你說 你不當它再工業化一部分 你又要停了它 這個是否給了競爭對手呢 現在說新加坡立即招手 新加坡可能不懂得 怎樣回收紙盒 招手說 你過來新加坡開廠 跟你談 給地利 這方面 我們在政策方面 其實是否沒有一個周全的配套呢 很明顯是 當然不是因為我完全環保團體 我站在去 就是一定要為環保做的 但是 我這樣說 有市場價值 好像貴價金屬 一些旅貫這些東西 它的回收 經濟價高 其實你不幫它它都OK 但很多時候 對於中下價的產 一些回收品 其實是需要政策 或者政府的幫手 如果不是交給自由市場做 一定死硬 所以剛才我們講的 其實我們之前提過 第一個會死的 你不支援 你要接發佈交 現在發佈交 就是先講發佈交 衛生 都是中下價比較有壓榨 又沒有東西做 沒有處理難處理 其實這次你看到第二個 所以回應主持者的說法 就是對於這些中下價的產業 政府必須要 一是有政策 另一個部份就是土地 特別是香港 我不是說要完全免費給土地 給一些產業 但是你沒有這些支援的話 其實自由市場 是不會有人立場的 一不入場的時候 這麼大量的廢品 其實沒有辦法 一定就下了一堆電區 所以在雷面當中 你就要有一個平衡 就像提醒所講的 你當是什麼廠都好 他現在就叫做 2019年到現在 四年都不夠的時間 他那個最貴的 其實就是建廠房地 即基建的部份 差不多花了一千萬 你對於做生意的人 我前景不清楚 你究竟政府那個做法是怎樣的時候 後面其實就比較嚴重了 還有是不是即使他要搬遷 其實都面對不少的問題 加上整個回收業 其實你自己看回香港的發展空間是怎樣 剛才說政府一些支援 目前其實的支援又是怎樣的呢 對於一些的產業 其實是可以去環保員的 但是環保員那個空間 再會大些 還有你看一下地理環境 也都是得了一個 其實是未必夠的 只有環保員 因為你給於中小型的項目 其實你可能要多一兩個地點 那就是需要這樣去處理 其實現在政府真的這樣做 是有這個政策上策略上的優勢 因為你可以想像 政府說2023年 最快就會有廢物收費 廢物收費 廢物收費就是第二年的時候 如果這個廢物收費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會問 特別是土內市民 我不想給那麼多垃圾費 我自然覺得一些東西可以回收 可以減量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訴求要求 麻煩你建立一些回收系統 令我可以做到回收 來減少這個廢物的開支 現在問題就是你有了這樣的時間差 現在這些廢物怎樣算呢 或者照片飲品盒怎樣算呢 所以剛才說的一個配套就是這個政策的時機 你加上去包括提供土地這件事 就是天時地利場明是應該要做 不過你反過來看就是 咦?環保部門好像在和包括科學員 因為科學員是管一些用地 如果他人講到用地的時候 你有個好像不協調的一個落差 我覺得這個部份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時機上要支援的東西 當然你看看最新的消息就是環保署昨天就是 你說他知道之後幫手了解情況 關心也好 他說我有三個短期租約可以給他參考 但是你老實說你有短期租約 你有多短啊 今天你可能感覺就是對於當事的回收商來說 我被你咬了一大膽這條蛇 接著你又說跟我短期 沒有一個比較 所以我聽說那種信心 就在那個地方會影響到 既是對Miu Miu床 亦都是對於其他回收產業的入場 有時官員疾愛著就說 我不想直接傾斜 某些公司補貼一些租金給他 其實好像現在的大商場 跟租客談續約 大家都疫情那麼慘 可能互量互樣 看看你賺到多少錢就跟你分 來計算租 約可以這樣的 完全同意 這些紙品有數位 有數體騙不到 你就跟他們談 你賺到錢 我們收回租 多少百分比 你可以令到營運者可以繼續 尤其是科技員都比較彈性 不是一個純的政府部門 是 這方面可能真的要彈性些 如果跟其他鄰近的地區比較 其實香港在這方面的步伐 是去到哪裏呢 我猜有兩個情況 一個就是 香港應該這麼說 香港主要就是第三產業 你如果說工業區 或者工業園這些概念 我們在這個部分是相對弱的 因為我們不是可以做到 那些類近循環經濟的一些作為 所以你回內地看的時候 他們的工業圈是大 一個工廠的區 都可能不給我們 香港環保月圈都大 或者台灣小一點都好 他們都因為有科技 或者其他產業 令到環保員那個空間 或者土地是相對比較多 這個就是我們本身產業的組成的部分 另一個部分就是我們在政策上面 這個方面也有偏差 令到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去趨勢出來 譬如一些來講就是 費用收費 或者是生產的責任法規 譬如在歐洲會有的包裝法 他們會蓋上這個 紙化任務盒之類的包裝容器 或者在聽說中下價的容器 有了政策 因為它後面一定接觸到 一些經濟誘引的驅動 令到我再造場 或者這方面的工業 我入場就正如他主持所說 我有數位 我有數位知道什麼 我做這件事 其實是一些處理的成本 會由這些政策裡面會注入來的 就不是自己揹上所有的那種風險 所以現在對於這次的經驗 你會看得到 政府的資源或者協調之間 不是很夠 另一個政策未到位 所以令到特別是那個再造場 即是誰回收再造業都好 他入場的時候 是面對這些比較多不明朗的事情 會不會打擊了一些 真是想入市去幫忙 做一些回收環保方面的 行業的人士的信心呢 這個絕對會有 我一開始講到 曾蔭權的時候 六屆產業 我舉多一個例子 以前董建華的年代 就是廖秀東做局長 環保方面 他曾經出了十年的藍圖 他就說 十年之內什麼時候有垃圾收費 什麼時候有了時間表 那個時候有很多 我聽過幾個 包括有台灣外國的人 就入場去環保園 或者香港就想著就起地 直接入了場做這個環保工業的 就是覺得政府有了時間表 結果那些東西拖幾年之後拖死了 他們那時候就被咬得很慘 就覺得我就是這樣投資了 那時候說幾百萬 是不是上千萬 結果那些東西就掉了 所以政府這些政策的訊息 其實很重要 對當時來講 我記得差不多十年之後 有些當年曾經上立場的人都覺得 糟了你政府不知道真還是假的 我究竟應該行這步棋 還是不行這步棋呢 那就很影響到 因為回收不只是說過人 你是不是有這個習慣 很多時候就是 這個政策就證出多門 政府這麼多部門 你一講回收就想到環境局 現在環境生態局 但其實不只是這個部門 你有沒有跨部門的協調很重要 好像這個紙包飲品廠 原來用它的機器做完之後 可以做回廁紙出來的 政府食環處、醫管局、教育局 每天都要採購這些廁紙 你自己看那個部門方面 協調的情況 可否和它簽一些合約 令到它們可以營運到呢 那這些是否可以做得更好呢 這些地方一定是可以做得到的 反而有小技巧 因為香港政府那個採購政策裡面 它就不可以好像獨比你一家 給本地的特別有優勢 你加些條款去本地生產優先 對 我想說這件事 其實政府一些所謂業力的債入支援 其實透過類似的方法 你才能給予活收產業 即我各方面才能夠 重要的時候 讓大家願意入場 不是沽君作善 這個地方很明顯就是環保部門 它有一個不足的是什麼呢 他們過去的官員 又不是說他們沒有心 而是他們強的 可能是一些管理的東西 但是市場啊 這些這樣的 即利署指示人所說的 那希望環保局 就可以和各個部門 互相溝通得好些 令到香港方面 環保方面 有一個清晰一些的路線圖 又可以給業界方面參與其中 今天多謝朱恆強 多謝 多謝 吶 鎓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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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